上去啦 下一个房间 这是一个王座 你看已经叫你存档了 另一个被摆不保住的王座 上 真紧张啦 想想就觉得像去看牙医一样 哼 这什么会这样讲呢 哇 一只唇 你准备好了吗 如果你没有 我可以理解 我也没准备好 这样存好不好嘞 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哇 这是什么 这就是结界 这就是我们被穷尽在地下世界的原因 如果 如果你碰巧有什么未完成的事 就请你做 你必须做了吧 继续 点点点 我明白了 就这样吧 准备好了 哼哼 哇 奇异的光芒照亮的房间 黎明的曙光穿过了结界 看来你的旅途终于到了终点 你现在充满了 决心 然后呢 人类 很高兴能认识你 再见 这边 哦 哼哼 怎样哦 这边 啊 埃斯托尔进攻了 你看没有的走啊 焦坛吗 她的手 她的手 颤抖了一下 我觉得很难 是不是要带一些保命的东西 才可以顺利过这里 可能吧 你告诉埃斯托尔 你并不想和她战斗 她的呼吸声有一丝的乱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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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怎样躲呢 死定了 哼哼 坚定的叫埃斯托尔 不要继续战斗 脑海中闪过一段回忆 攻击力降低了 防御力降低 哎 哼哼 198 啊 怎么还是这个 兵阿费 OK 267 很难啊 267 316 OK 闪的 322 差少少 人阿 血量很低 再给我 忍多一下吧 太久了 差 差少少罢了 死了吗 YES 我终算 过了吗 好 看来这就是结果了 我记得我儿子死去的那一天 整个地下失去 什么世界都失去了 失望 希望 人类再次把未来 从我们身边躲走了 在深入之下 我宣布了战争 我宣布 我会杀死 所有来到地下的人类 我会夺取他们的灵魂 来成为神一样的存在 然后把我们从这可怕的穷龙中 解放出去 在那之后 我会毁灭全人类 让怪物们安稳地统治着地面 很快大家重拾了希望 然而我的妻子 验了我的所作所为 她离开了这里 再也没有见过她 说真的 我不想要力量 我不想要伤害任何人 我只想让所有人都心怀喜患 但是 我已经坚持不下去了 我只想再见见我的妻子 我只想再看看我的孩子 拜托了 年轻人 这场战争实在太漫长了 你拥有这份力量 取手我的灵魂 离开这诅咒之地 仁慈 我做了这么多伤害你的事 你却宁愿忍受一辈子困在这里 而放弃回到地面上幸福的生活 人类啊 我向你保证 无论你在这里待多长时间 我和我妻子都会尽我们所能去照顾你 我们可以坐在客厅里 讲讲故事 吃着奶油糖派 就像一个真正家庭 做什么呢 那个花出来吗 还是什么 你这个存活 你还是不长记性 在这个世界中 不是杀人就是被杀 哼 肉魔 肉魔会出去 点啊 之后怎么会出去 蛤 什么 哎哟 档案已删除 我整个东西弹出去 是我小花 你叫小花的话 我劝你个大人情 你爸那老蠢才打得落花流水 没有你我永远都不能打败他 但是现在有了你的帮助 他死了 而我得到了那些人类灵魂 天呐 我一直以来都是空荡荡的 体内有个灵魂的感觉 真是好呢 我感觉到什么 你肯定觉得被冷落了 对不对 当然 那可是再好不过了 不管怎样 我只有六个灵魂 还差一个 我就能成为神 然后用我新获得的力量 怪物们 人类们 所有人 我会让他们知道这个世界的真谛 这魔 对了 别想着逃为你的旧存档里 它已经永远消失了 不过别担心 你的老伙计小花 给你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我会将你死亡的瞬间保存下来 这样你就可以把 看我把你撕得粉碎 一边再一边再一边 什么 你真以为凭你也能阻止得了我 嘿嘿嘿 你真的很蠢 哇 做什么 又要打吗 还是什么 我已经打到 很害怕了 哇 做什么 这里 哇 还有这个设定很厉害 谈你的那个整个游戏出去 我还以为会发生什么事 其实我是以为汉花有问题 所以我 哇 凝啊 什么鬼哦 答案与存档 什么鬼意思 这里 我要打他吗 没有啊 进去了 我整个东西进去了 我 做什么呢 做什么 和你永远也 什么 不会醒来 哈哈 哇 厚 厉害啊 厚 警告 真的是要忍到吗 还是做什么 因为刚才我一直死在这边 不懂做什么 这里要怎样过呢 我看别人是过到的行动 大声呼救 不懂 呼救什么 蛤 补血啊 今天是 OK 啊 所以一直要闪 什么鬼都有啊 这里 战斗 战斗很差哦 哦 怎样斩哦 这样的东西 我还靠心 哇 傻的 白白死了 怎样 警告哦 这什么这些 啊还是会伤 哎哎哎哎 到底他这里血量是怎样 怎样算 行动 大声呼救 啊 补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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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没有补到太多 档案二宜保存就是什么 就是我存了这里是吗 破了这里 哦 他在root这啊 顶到飞 哦 dammit dammit 又来又来 一直会root回下他 毒取回 啥的 OK 这里 高跟鞋吗 我一定要吃到高跟鞋 如果不是补不回 高跟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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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大声呼救 所以 啊快点快点快点 吃吃吃 哎呀哎呀吃 补不完 不完 应该要最最旁边 我觉得 顶你啦这里 战斗 都打不到他 没什么伤害 哎哎哎 这也是什么来的 自动打了 是吗 哇 还有吗 警告警告 这次又什么 杀肚 绝望 噩梦 几时才会有 呼救啊 哇哇哇哇 行动行动 然后 吃这些东西 咦 搞笑 哎搞笑 哦 no 血量不多 不过好像存防 啥的 哼哼 啥 啥 这种就是好像 游戏 弄来就是要你死这样 警告 我又蹭过了一关吗 哇刀子做什么 哦 啥的啥的啥的 这样丢啊 几时才有毒蛆 蛤 大神呼救 等下就要吃这些火 咚 哎吃吃吃吃吃吃 吃 吃 好 OK 比上次多了一点 至少他的确是自己出的 不过我没有战斗 好多虫子 啥咩 战斗 阿阿神啊 又变了的 怎么这样的 有这些东西的 其实来了 啥的 这怎么回来的 来了来了来了 黄心警告 哇哇哇哇哇哇 啥咩 其实在这里 应该也可能有会死的 我觉得 啊行动 啊 吃他的那个子弹吧 我觉得 哎 给我给我 啊 挺过了吗 人类的灵魂 哼 哇 什么都给我吃了 站也有什么都有 还要打吗 小黄的防御到了零 到了零吗 他消化 啊 哇还有东西吃 这样好吗 不过我 血量我也会扣叻 叮 哎哎哎 哎喂 吃到吗 叮 死啦 叮你的废 哇还有 哎呦 死啦 多久啊这边 哈哈 傻的 来 一直砍啊 哇哇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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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东西东西 希望希望 哇哇哇 傻子 死化原来才是最后的王 最后的王 哈哈 叮你的星 叮你的飞 还不死吗 啊 那 死了吗 我还顶到吧 死了 哎 砍了 这个电视机啊 哼哼 不不 就这么可能 你你 竟然是traw face啊 我顶他呗 一个存货 哇 怎样哦他想 哼哼 失陷了 存档6以保存 你正以为 你能祭拜我 我是这个世界的神 你呢 你毫无希望可原 绝望着孤单着 天了 这就对了 你那些没用的朋友们 现在可救不了你 你倒是求救呀 我借你两个打 在黑暗里哭泣吧 妈咪爹地 谁来救救我 看看能发生什么 行动 大声呼救 嗯 但是谁也没有来 天啊 太遗憾了 没有其他人 能来看你去世了 想怎样 他还在笑 什么 你是怎么 哼 那么我就 读取 读取失败啊 什么 然后他还要在 我的力量呢 那些灵魂 他们在干嘛 你们不能怎么做 你们应该服从我 停 停下来 停 我很想知道这朵花 跟那些国王有什么关联 其实有没有解释 这个死花 哇 仁慈的我 仁慈的父 我亦坠落 看不见罪的国度 哼哼 你在干什么 你真以为我会从 感悟中 感悟到哪怕一时一毫 不 你想怎样哦 告诉我 可不会发生任何改变 杀了我才了结这一切的唯一手段 如果你让我活下去 我会回来的 回来啦 你也要杀掉 我会把所有人都杀掉 我会把所有你爱的人都杀掉 哼 这什么啦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因为我要你死 我不明白 哼哼 我就是不明白 小花逃跑了 这样好的名字 OK 到底我们会如何 这个是哪一个结局 我也不懂 Under Tear Tobby Fox 是不是普通结局啊这个 到底 就这样吗 就这样完了吗 后面有什么 滴滴滴滴 你好呀有人接吗 算了那我就留个圆吧 那么 有一阵子没见了 皇后已经回归 目前正统治着地下世界 她攀布了新的法令 所有坠落下来的人类 将不会再被当作敌人看待 而是朋友 总之 但是 这或许是最好的结局吧 结果 那些由王所收集的人 人类灵魂好像已经消失了 所以 那个激活短期之内 没死亡了 尽管人类都为国王而散透了心 而且我们的自由也是 希望渺茫 皇后却尽她所能 使我们不放弃希望 所以 既然我们在这底下没有放弃 不管你在哪里也不要放弃好吗 谁也不知道要花上多久 不过我们一定会逃出去的 Sense你在跟谁说话呢 诶没有人 什么 没有人 我能跟没有人说话吗 给自便 等一下我记得这个号码 喂人类 你过得咋样了 我过得可好了 除了一件事 皇后解散了皇家守卫队 因为我们不用再和人类战斗了 哇 我完全迷失了生活的方向 不过没关系 因为我还是很努力在工作 虽然我什么活儿都不用干 所以别在意 国派瑞斯活得很好 安带莹她可就惨了 她丢了工作没了房子 好惨 不过我们在照顾她 她现在睡在我们家沙发 就像她每晚都来我过夜 来我家过夜 一次永无之境的过夜 我们还给她了一份工作 Sense招了她 当个那个什么 违法热口店的店员 她很讨厌在那工作 不过她做了一手好热口 对了她还在责怪你 使得艾斯托尔消失的事 她跟我说了很多 关于你 对你复仇的事 她有个疯狂的计划 要穿过街街 然后痛打你一顿 实话说我觉得那不可能 不过我宁愿相信那有可能 因为我想跟她一起去 那样我就能见到你了 即使那意味着我要再次和你战斗 你就等着瞧吧 还有长联系 那会让我们的计划容易 许多 再见 就这样吗 就这样被政府了吗 为什么 为什么放过我 你难道不明白善意待人 只会让你受伤 看看你自己 你交了这么多朋友 不过现在 你恐怕是在也见不着他们了 更别提他们被你拖累了多少 很心痛不是吗 要是你一路上 对任何人都无动于衷的话 你就没必要这么难过 所以我不明白 你要是把一切都做对了 为什么还以这样的结局告终 为什么 人类人生难道真的如实不公 嘿 假如我跟你说 我有办法让你得到更好的结局 你必须读取你的存档 然后 你可以去见见博派瑞斯 然后去找安代赢 你们其实可以成为更好的朋友 谁知道呢 说不定他拥有 通向你幸福的钥匙 博派瑞斯跟安代赢 哦 所以呢 我终于玩完这款游戏了 加上试玩篇的话 已经有18集了 每一集差不多20分钟 就算一次过看完全铺 都要6个小时 对我来说 这个游戏的分量 又或者是说内容啊 已经超越我的想象了 其实在我每一次玩到一个阶段了之后呢 我都会去查阅其他的影片 就是要看看自己的进度在哪里 像刚才玩完了 才发现就是 其实我的这个结局并不是完美结局 我是不懂 有没有人这样幸运就是第一次 就可以拿到完美啦 因为Undertale这个游戏 它隐藏的东西真的是很多 像有朋友问我 这个游戏好玩吗 对我来说它的确是神作之一啦 在玩了之后 因为在玩的方面就很另类 很独特 然后又会有一些 非常特别的东西 好像刚才会crash掉啊 游戏会出去啊 在讨论RPG这个话题的时候呢 它又会告诉你 其实角色扮演也并不是要 一定要打打杀杀 给你很正面就是很温暖 很可爱的那种感觉 可是在最后 在有些时候又可以给你很残酷 就是很恐怖那种feel啦 整个游戏呢 我一开始玩是觉得它很容易 就是 就算你不懂怎样玩 你也会很strict forward 就是很直接的 一直去通关过去 只是到了最后面那边才会越来越难啊 就好像你看到我最后这几集都一直会死掉 那在最后呢 我就要感谢就是 收看这个系列的大家 虽然观看次数不是很高 虽然大部分的人相信都看过了这个游戏 但是各位呢还是很踊跃的给我一些留言 至少呢我觉得我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没有这样寂寞啦 那我也说声不好意思 因为是 我真的是玩到很不好 玩到很烂啊 尤其是在这些 打斗那边 Undertude这个游戏 其实算是我非常固定去分享的一个系列啦 除了之前有几天 因为我电脑关系就没有分享到 那如果你喜欢这一个系列 又或者是想继续看我玩完美结局的话 欢迎你按个like 又或者是留言让我知道 如果反应好的话 我应该还会继续玩下去啦 或许在得空的时候 就会继续分享我的这个游戏的实况过程啦 好的 谢谢各位的收看 EP17N 拜拜各位